屎尿倒灌 管委會判賠24萬 哎呦 又不是火火山 家裡的馬桶居然突然噴出屎尿來 這是要怎麼助人啊 水會全部到底 或者會上來 上來到快這個邊邊 快到這邊 所以 當發現這種情形呢 準備要倒灌了 趕快要趕快塞了 趕快你怎麼會發現有這種情形 不就要常常來廁所這邊看嗎 啊對啊 而且還有聲音呢 啵啵啵啵啵 說起家中廁所是尿噴發的過程 57歲的徐先生一臉無奈 他住在北市東區的萬象大廈 從1999年開始 家中兩個馬桶 開始發生堵塞一流 通了幾次沒用 索性拆除其中一個馬桶 塞住排糞管 沒想到2007年6月 管線突然大爆發 大邊污水 瞬間淹了十幾公分高 水還慢到外面 造成電氣短路 臭氣熏天 之後 家中馬桶每隔幾個月 就會不定期爆發屎尿倒灌 害家人都要在外面上廁所 回家就不敢隨便喝水 徐先生因此提告 要求管委會負責 就淹到這邊 淹到中間那邊 這個皮膚是放在地上 那電線電線在地上 所以短路就燒掉了 所以我不得不把那個 端上來 也只要電的東西都放在上面 通的時候呢 管委會出錢 那你表示什麼 管委會是 管委會應該負的責任嘛 對了吧 要不然你為什麼要負錢 嗯 那竟然還要跟我打官司 是什麼道理 高院根據專業建定 認定倒灌主因 是只有一條排污管 且管縣老舊 昨天判管委會 因直接付起 至少45萬元的修繕責任 將同樓層的污水乾管 換成不鏽鋼材質 直到不再發生倒灌情形為止 還要賠許家四人 共24萬元精神賠償 徐先生昨天說 法院這樣判 讓他比較是懷樂 動新聞真是屎鸟危急 報導